环宇世界通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这个美中贸易战一波接着一波 不仅还没有完 现在有新的一轮似乎又要开打了吗 尤其今年政治美国大选 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出手真的是越来越重 那大家其实都应该知道 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高科技贸易竞争之下 影响的范围真的非常大 因为就连供应半导体业的 晶片制造设备的荷兰最大企业 艾斯摩尔 他们的净利跟订单也都是双双下降 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寄出的制裁 其实让半导体业成了地缘政治的战场 而现在不仅如此 美国4月17号又宣布了 启动对中国的海市物流与造船业的调查 而有申诉内容就指控 中国政府长期透过不公平 这种非市场性的政策与措施 企图要在奏船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那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他也预告 正在研究贸易防御工具 就是为了要应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 奏程的威胁 戴琪他甚至在联邦参议院政策委员会 都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要保护电动车产业是不受到 中国大陆补贴政策的影响 当然美国一连串书法行动 其实也把中国惹毛了 中方就回击 我们中国产业的发展是 企业和技术创新 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 不像你们美国造船业 因为过度保护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 中国更认为说 不要只说我们 你们美国也有提供这种 歧视性补贴给本土产业 那现在又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而来调查中国产业 并且还对中国再度启动了 301调查 这根本是一错再错 那朝人这样以为结束了吗 真的还没有完 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 这个宾州皮兹堡的造势场合 强调要保护当地钢铁产业 并且还把炮口指向了 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 算拜登他是否认贸易战再起 但是他整体的言行都相当的强势 他批评中国筹外不是在竞争 而是在作弊 他甚至还呼吁戴琪 如果三菱调查中发现 中国确实有不当的竞争行为 那美国就应该把对中国 钢铁与铝的关税要提高为三倍 不过拜登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外媒就有分析了 拜登就是因为要拉拢在 宾州的钢铁工人的选票 毕竟只要在曾经是繁荣兴盛的工业重心 不止拜登 其实川普也都想要讨好 这个工会领导人和蓝领工人 他们其实都说过类似的话 尤其在宾州以及密西根州 这些地方也是美国总统大选的 关键选票州 但这种行为算可以有效拉到票 但其实现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之际 恐怕会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仇恨值 而不仅如此 其拜登政府也持续对墨西哥施压 强烈禁止中国透过美国的邻国 间接将金属的产品式销售给美国 供应半导铁业晶片制造设备的荷兰最大企业 艾斯摩尔财报最新出炉 惨了 净利和订单双双下降 多项产品不卖中国之后 订单狂掉百分之六十 但Q1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 居然还高达百分之四十九 那接下来恐怕会更惨了 因为又有新一轮中美贸易战 拜登要对中国加征关税 拜登17号在宾州钢铁重镇 批斯堡发表经济竞争演讲 呼吁美国贸易代表署将现行 中国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 从百分之七点五上调到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没有任何余地 拜登大刀阔斧对中国大陆开刀 也是因为工业中心冰州 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选票州 提高中国关税强调美国制造来拉拢人心 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总统拜登提出 对中国钢铝产品大幅加征关税是一错再错 中国大陆当然很不满 因为不止钢铝关税也拟提高三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更表示 拜登政府正认真审视来自中国的贸易威胁 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对中国的海运物流 和造船业启动301条款调查 可能将导致征收更多的关税 随着美国总统选战接近 中美贸易交锋只会越演越烈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